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4号星期二 大家好 刘鹤来了美国 原定的就是说1月15号 明天可能要签协议 现在来看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今天莱特希泽和姆努钦 在晚上接受采访 都发表了声明 谈到了关于今天中美之间协商的三个关键点 首先是今天周二1月14号 彭博社率先报道 说美国对以加征的价值 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会维持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后来就是说又证实 这个是一个假消息 然后姆努钦发表声明说 说削减关税 将取决于第二阶段协议的达成 这些关税将一直维持到第二阶段 如果迅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话 总统将考虑在第二阶段中取消关税 否则将不会有任何的关税减免 关税与选举或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就针对了就是说 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 就是说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报道是不实的 就是说跟大选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说是否就是说减少或者不减少 实际上是跟第二阶段有关系的 好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摩诺卿说没有秘密协议 那么第三点 莱坦希泽发表声明说 说与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所有方面 将于明天公开 也就是86月都不公开 反正主要内容 主要都会公开 但是协议当中 唯一有一个非公开的部分是什么 是有关的详细购买金额及物品的文件 不公开是为了避免影响市场 因为一说中国要买什么 这个市场可能会有波动 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 所以这个是不公开的 除此之外 其他所有的都会公开 我们明天就会看到这份协议的全文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美国 川普这一次还请了200多个人来见证 签这个协议 他就觉得中共可能是说了 不算算了 不说 我多找点人来 多找点目击证人 好 然后第三点 就是说跟刚才姆努卿说的是一样 就是中美之间在这些议题上 没有其他口头或书面协议 也没有关于未来降低关税的协议 任何与此相反的传言都是虚假的 就是说没有秘密协议 也没有什么口头的 就是说很多人传言说这一次的协议 就是说是表面上 这些协议是给大家看的 是给记者看的 是给媒体看的 是给公众看的 他们私下里面有秘密协议 还有口头或其他的书面上协议 先生你再三的就是说更正是没有的 明天曝光出来这份协议 就是全部的协议 唯一不曝光的 是商品目录 就是到底买什么商品 商品目录 不公开 其他的协议明天都会公开 好吧 那么三点 就是说第一 关税要一直维持到第二阶段 第三 第一 关税将一直维持到第二阶段 第二 所有的贸易协议明天都会公开 并且没有其他任何的 这种秘密协议 好吧 这是第三点 这就结束了 好吧 就是关于这个 明天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我们还在等待 因为中美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商 就是说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的很多次了 明天到底能不能谈成 能谈成什么样 我们还要等明天再说 今天我觉得我们先不要 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中美的贸易谈判 和贸易协商也好 最后怎么样 还是要跟大选去挂钩 虽然他们一直要强调 与选举无关 与大选无关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对美国 政治经济有了解 都会明白 任何的事情 都是跟选举有关系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无论他们如何澄清的 所有人都必须要面对选举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选举川普输了的话 莱特希泽和莫武卿 也得打包回家 那么整个一朝天子 一朝臣 很有可能就要内口要从组 财政部长可能就要换人 他们代表也要换人 所以他俩就别考虑 这个选举之后的事了 是吧 你先看着选举 所以跟选举没关是不可能的 对吧 这是 是 就好像台湾 台湾这次要是韩国瑜 赢了的话 都闭嘴 全都回家了 对不对 但是 所以对吧 但当然了 韩国瑜是不可能赢 川普不可能输 所以就是说 母有星和莱特希德 底细很足 因为他们很清楚 对吧 川普这次是不可能输的 好吧 今天这个消息先讲到这里 好 明天关于中美贸易协商 有更多的消息之后 我们会及时向大家来汇报 好吧 好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